检验言论自由当然也包括艺术创作 接下来的新闻我们要和您一起来关心 中共思想的主旋律是否也正在不知不觉的进入台湾 第49届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 以8票对7票1票之差 把最大奖颁给了大陆电影神探亨特章 这部电影评价两极 有台湾的影评人说 它是充满了算计歌颂人民政府的电影 而金马评审却说它赢在有尝试的勇气 怎么评论这部电影 如何看待台湾金马奖 大喇喇的让中国主旋律电影登堂入室 我们带您来聚焦 第49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神探亨特章 哇 神探亨特章 金马评审团主席刘德华 把今年金马的最大奖 新手颁给中国大陆电影 神探亨特章 这是金马奖开办49届以来 把最佳剧情片 第一次给了一部纯录资的电影 暴冷黑马 神探亨特章之所以出现 是赢在他让评审看见 尝试的勇气 拜拜 金马武士再见 拜拜 张帕他来北京吧 神探亨特章低成本的北京服饰会 以大量远景 偷拍镜头和手持运镜 营造出伪纪录片的写实风格 但是写实形式主义背后 却暗度陈仓了歌颂人民政府的维稳主旋律 这部电影来讲的话 它就是一个符合中国电影的 创作主流的主旋律的一个想法 就是也许有诸多的不尽理想 但是最后社会还是会安定相和 在一个所谓公安的警察的稳定力量底下 现实中无人闻问的小月月事件 搬到电影里却成了连贼 都争相为她出口气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 让电影沦为宣传工具 充其量只能消费街头小恶 无力批判中国社会内部的真正矛盾 因为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非常严格 你必须符合这样的相关旋律 有暴露很多社会黑暗美的时候 必须给一个光明的结尾 才会获得通过 不过真实的北京 恐怕很难拍出一个光明的结尾 有一个北京纪录片导演 只因拍摄题材触及中共敏感神经 不断的受到公安的骚扰 我只是作为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我的困惑是什么 我现在正在拍一部片子 这片子已经拍了将近五年了 但是我拍的过程当中 警察因为我拍这个片子 搜查了我的家 抄走了我的电脑 完了之后 就是多次约谈我 在二月份以后 我的电话被断过 我的网线被断过 我们家门口出现过13个摄像头 主旋律电影 透过巧妙包装 舍了教条式的宣教异味 取而代之的是更隐晦 更不着痕迹的意识形态管输 但是呢 如果你不能够进一步变读 透过这样的一个形式 底下所试图散步的 一个主流思想的时候 常常就会被他的形式给悟到 金马奖比较让人引游的部分 当然就是看到了形式 看不到内容 所以只见其皮毛 而不见其精髓的时候 轻易就把这个奖给到这样的一个影片 金马奖走到第49届 不但被录自电影入主最佳影片 台湾电影更是空前惨败 但是面对资金环境都不足的电影业 台湾电影人并不气馁 天空中可飘着某某雨 在往日其实有很长很长一段的 在灰烬当中慢慢重建的过程 那我觉得现在是非常美好的 而且台湾是非常 是有高度的 是多样的 我们什么都能拍 我们什么样的类型都有 在过去20年 我们有非常棒的艺术电影 这几年也出现了很多 可以跟市场沟通的好看电影 并且也已经走出台湾 给你一个绝对的专业的公正的 大意灭清的艺术标准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这是不容易做到的 十年魔剑需要的是 吃之以恒的功夫 台湾电影环境 贵在不受左右的艺术价值 我们真心期待 文化部长龙印台指金马奖的 大意灭清 是来自于对艺术的尊重 而非主旋律的靠拢 谢谢大家